万万没想到,拯救楼市呢,现在又放出来一个终极的大招 可以说没有人能够抵抗得了 前段时间呢,在湖南湖北开始了一系列的户籍改革的尝试 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向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将会迎来一次新的户籍改革 内容是,向当地的农村的户籍可以随时迁到城里落户 反过来,城里的户籍也在尝试着到当地的农村进行落户 那么详细的来说呢,这和楼市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特别的大,可以说为了缓解消耗现在楼市大量的空置房 那么现在又将引入第二次第二波农村人口进城 那么第一波呢,就是在2001年的城市化改革 那么第一大批,很多当地的农民进城务工就业 也就消耗了最早的一大批的房产资源 恰恰从那个时候呢,开始流行了所谓的房贷 开始真正的大量农民进城 而在现在看来,第二波又开始了农村人口进城 生活、就业、购物、受教育、医疗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像湖南、湖北 除了户籍可以互换之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常识 就是所谓的宅基地 只要你合规合法 可以进行交易 这里我们说一个事情 很多人以为你到农村去买房子 随时买,随时都可以过户 那这个是不对的啊 绝大部分啊 绝大部分不是本村的村民 你到农村买房子 是无法过户的 但是像湖南、湖北、四川正在尝试 城市的人口到农村 也可以交易住宅 甚至是宅基地 我们要知道宅基地呢 是农村特有的一种房屋 在过去的时候呢 它介于合理和不合理之间 那如果进行常识成功之后 宅基地其实是可以作为农村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收入 因为它可以进行交易和转让 比如说像城镇的退休老人 在城市生活了半辈子 退休之后想到农村养老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对吧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房子可以交易 宅基地可以交易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 是不是有更多的农村老人 愿意到农村养老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反过来当农民把宅基地和老家的房子卖掉之后 拿着钱是不是 有钱了就可以到城市去贷款买房 交首付或者是买二手房 这样一来就极大的消耗掉了城市的 所谓的现在的控制法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 就是现在的农村很多人口 之所以呢 仍然留在农村 无非就是考虑到农村的土地问题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 还会自动进行延续 如果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户籍改革 农民将会把大量的一些土地进行转包 房子或者是宅基地基型转卖 那么他们也可以放心的拿着钱 进行到城里去生活 那么有人说 我就是农村人口 不过永远都不会到城里去 可不可实现呢 很难 为什么 大家看到最近这十年八年 农村的医院 其实很多大型的医院 再减少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了 包括孩子 你上学 可能要到很远的镇里边 乡里边去上学 村里边很多已经没有学校了 连幼儿园都没有 如果是一个成年家庭 老年人还好 那你让那些孩子怎么去上学呢 你没有办法 最终还是要到城里去 包括年老的老人 七十岁以上 对吧 你难免会要生病 那么你最终还是要到城里去看病 所以这些很多情况 放在一起 最终很多农民啊 他不得不会去 一定要考虑到城里边去 生存 进城 那你可能就要涉及到买房的问题 你还能做得到